今天想拍的一月最爱 这条影片也是有giveaway的 因为是二月 如果你想知道礼物是什么 就继续看下去 而且先给你们一些提示 那个礼物是化妆品 而且香港没得买的 所以你们应该会很喜欢的 然后我就放好戏在后头 所以我先讲了护肤品 第一样的一月最爱的就是这个油 这个是karen's的油 这个应该是一半油 另外那半我不肯定是什么 是类似一些膏的 这个是喷头的设计 然后就是这样 我平时喷两下 其实已经够了整块面 而且它是自动两边都擠到东西 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去拌匀 因为炒开油的朋友都知道 因为其实这些油对皮肤好 看上去是溶光满发 而且一样东西就是要做到水油平衡 所以皮肤才会漂亮 我其实第一次用clarence的产品 然后我也很喜欢很满意 我什么时候塗油的可能每个人都不同 但是我在精华之后 我塗油之后再塗一些面霜 我平时一块面就只两下 然后我现在就一点点 看不看到 哎呀哎呀 我塗了很多 漏出来了 然后它的香味也很香 我塗了一下 是完整的一分 对它不给我一点点 然后 嗯很香啊 是很天然的味道 其实我不知道clarence这个牌子是不是天然的 但是它 闻到我的味道真的很舒服 很香 好像spa的味道 然后塗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它这个油 就不是说真的很油 平时我塗了一支成支都是油 都很喜欢 而且现在已经用了差不多一半了 已经 不用怕塗油会 搞到整块面很油 其实就不会的 最重要就是水油平衡 也要塗一些有水分的东西 类似B5 gel 或者是水分精华 其实都可以的 然后如果真的用油的 不要滴太多 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 然后也是护肤品 这个就是DHC的collagen gel 但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像cream 这个 然后就是红色的包装 如果一看我的 New in makeup的unboxing 那条影片 就会见过这个 这个就是DHC寄给我的 它寄了一套的产品给我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 然后这条影片就不是赞助你 我小时候我很喜欢DHC的产品 因为它是日本牌子 我就很喜欢日本的产品 就算护肤品 化妆品 或者衣服 我也觉得它们质素非常好 所以我小时候 也有用过它们的产品 也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cream一打开的时候 就有一些 不是那么漂亮 就是橙色的 而且真的一匹匹 我以为可能有人用过 但其实它本来的cream 是这样的 质地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 我猜不到我那么喜欢这个 我觉得很好 而且真的很保湿 这个 我现在先收回这个 这个 我就是 因为冬天在美国真的很干 所以我平时有塗我的面霜 面霜之前我再塗这个 就是两重的面霜 自从我加了这个cream 在我的面霜之前 然后我感觉到 第二天起床 我的皮肤 更加漂亮 更加保湿 如果没有加这个 之后其实真的有点干 而且如果不用上学的日子 我就睡了很多很长的觉 所以是什么 护肤品 都已经吸收了 已经没有了 但我用了这个之后 我感觉到第二天 这个cream 其实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解释 所以它就叫做gel 这样 因为我觉得它是cream的质地 但它塗上去之后 就好像很有水分的感觉 这个cream 就说有collagen 在里面 就是骨胶原 我不肯定它有没有 但我很喜欢它的效果 而且很有水分 真的有点像水分伤 但没有水分伤感水 在香港注意力里 其实用这个做面霜 其实已经够了 因为香港的天气 比较潮湿 而且我就是混合性皮肤 所以混合性皮肤 就够用 而且我不肯定干性皮肤 但油性皮肤也够用 这个价钱不算太贵 而且我知道香港很近日本 在日本买的时候 可能会更便宜 我这个DHC这个牌子 好了 又是护肤品 但这次就是面膜 就是这个Leaders的面膜 这个我其实已经在Top10的面膜 已经说过了 非常非常非常十分推介 这个面膜 我非常喜欢 这个是保湿的面膜 Leaders是一个韩国牌子 我怎么发现这个牌子 我又要重复再说 就是我去Ipsi的活动 在9月的时候 送了一块面膜 在一个大的包裹 就是Ipsi的包裹 我试用了之后 非常喜欢 之后我上网买了四五盒 因为我很喜欢敷面膜 所以我真的买了 因为真的看到效果 是维持到第二天的 它的精华是非常多 真的好像精华 因为平时台湾的面膜 通常都是水的 不像是精华 但它有些水的精华 非常精华 而且它的面膜纸 不是纸 是面膜 非常贴面 而且不会掉下来 有时候用电脑的时候 要坐下 就不会掉下来 有时候纸也会掉下来 这个不会掉下来 是贴着面子的 这个很推介你们试一下 我Top10的面膜 也可以看看我有什么 其他面膜推介的 到卸妆产品了 又是DHC这个牌子 这个是橄榄油的卸妆液 这个我小时候也用过 来到美国之后 完全没有这回事 没有买卸妆油 因为其实美国DHC 好像之前 好像没有的 不知道这几年 好像DHC在美国才发展 DHC的卸妆油 其实是DHC的大热大卖 真的是黄牌产品 你们应该都知道 是用这个卸妆油来卸妆的 这个是做到 平时卸妆油做到的效果 卸到整个妆 我全妆好像今天 我都可以卸到全部 但眼睛也是要用 另外LANCOME 卸眼去卸 因为有防水的MASCARA 或者眼线 而且我也不想 油碰到眼睛 因为感觉好像很不舒服 因为这个 全部都是 好像煮食的油 之后 是完全不会干的 然后很干净 而且我只是 我没有用其他 卸面衣物 只用这个 其实已经可以卸到整个面妆了 但一件事 记住 所有卸妆油 都记住要乳化 乳化是怎么样的呢 平时我就是 舌两下 有时候可能 感觉到 妆好像底妆再浓一点 可能再浸多半 大概两下半 然后塗在面上 然后打圈 我可能打5-10秒 可能长一点 可能10秒 打圈 打完所有 可能这些位置 所有有化妆品的地方 然后 我真的去洗面的时候 我会轻轻的 弄一弄眼睛很快 合眼睛 因为我真的不太想油碰到我的眼睛 然后合眼睛 很快地弄 洗手 因为你的手很多油 洗走洗手 然后拼干手 然后 然后外面还有油 就是这样 印上去 然后你会看到 一些白色的 乳白色的水 在手上 之后再洗手 然后拼干它 再印 我通常是做三下 确保 真的拼走水 不是很多水 因为这样做不到乳化 如果有很多水 是要手濕 一点濕 然后印上去才可以 有时候可以这样 可能去到第三次 可以这样 整个面子去搓 之后可以去洗水 这样就不会生油脂粒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 觉得我不喜欢用这个 下酱油 是因为会生油脂粒 起粒粒 是因为用错了方法 我忘记了乳化 所以 我非常推介这个 而且也是那一句 DHC这个牌子 真的不是太贵 是中价的产品 所以 其实我也觉得 很适合学生去用的 这个 而且 一支化妆油 其实是可以用到 超级久 所以 我非常建议 你们去买这个 好了 说完身体护理 之后就会说化妆品 然后这个 就是Skin Fix 这个牌子 这个 是油 起初我以为是 lotion 但原来就是油 Skin Fix 这个牌子 是加拿大出产的 因为加拿大 其实也很干 应该比 美国 因为他们 应该比 L.A. 因为某些 其他美国的地方 都会下雪 因为加拿大 是经常下雪 这个是他们的12个小时的油 用来塗一些手肘位 或者一些脚肘 比较干 其实手也可以 有时候可能太干 太干 就会塗油 这个是非常硬的 哎呀 先知道吗 而且真的有点拦截 因为有点 硬 就是这样的 看到吗 真的好像 范士林 真的好像 但是这个 没有硬一点 就是那个 对 那个质地是更硬一点 而且没有范士林 那么油 这个 但是也有点油的 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 用来塗我的手肘 其他位置 其实我也很少塗 因为 我的皮肤不算很干 你塗手肘 而且是脚肘 有时候洗完凉的时候 就是 就是放这些在手肘 之后还有些油 然后再塗上 不是 这个叫膝头盖 不是脚肘 可以滋润我的肘 的位置 就不会很干 因为有时候 太干的话 就会脱肘 不太美 这个品牌 我是从IPS认识的 也是一样 我之前的unbox video 我也讲过它 这个我也推介一些 真的很干的朋友 Jessica应该适用这个 应该会很喜欢 因为它是很干的身体 然后就是这个 推介干皮肤肌 好 我进入化妆品了 我有两个最爱的 在1月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这个 love liner 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 这个是不是台湾 应该是台湾 然后是牌子 还是日本 我也不知道 总之是其中一个 亚洲牌子 这个眼线液 超级好用 因为平时我是用眼线液 这个是黑色 它画出来真的很黑 而且它的笔头 超级超级超级 可以画到一个很幼的眼线 而且它不会开叉 而且我用了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不是1月最爱 其实我12月 而且好像11月都有开始用这个 然后也用到现在 而且它还是很黑 很多时候有时候眼线液 用到可能几次之后 就没那么黑 但这个也是维持到那么黑 我就很喜欢 而且它的重量也不错 其实我没什么所谓 就是轻的眼线液 眼线液 眼线笔 或者重 其实轻和重 我觉得没很特别 对我来说 因为我画了很多年眼线 所以我已经是 尿如指掌去画这个眼线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我也希望这个 美国有得卖 不过 应该也没有了 但是 对 如果是香港人 应该 一定要买这个 一定要用这个 很推介 很推介 好了 到好气在后头 我就会送出这个 Tarte 的Pro Glow 的一个palette 不是这盒 这盒 是我自己用过的 是我的1月最爱 新的盒 在这里 稍后再讲长城 不过我讲一下 我为什么最爱它 1月 就是 等一下 它有一块镜子 然后这个palette 是有六格的 然后我遮住那个镜子 就是这样的一开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我开始用它之后 以后我就是用它 我抛弃了我的clay depot 的光影粉 因为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超喜欢用clay depot 好像是12号色 还是14号色 蓝色的光影 我开了这个之后 已经放在那边 因为我很喜欢用这个颜色 这个追上这个 超级超级漂亮 我现在也在用 每一次化妆我也在用 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它其实是偏黄黄的 的光影粉 而且它那些闪粉 真的超级超级闪 而我喜欢的一格 就是最低这一格 这个是bronzer 我今天也用了 这个bronzer 其实没有什么闪粉 但是可能 其他很闪 所以可能闪粉 掉了在那里 我印象中是没有闪粉的 而旁边这一格 其实我反而没什么用 可能用过一次 我现在回看 我没有用开那边 的第二格 其实我可以夏天那时才用 因为它是一个 应该是bronzer 因为也是比较啡 我可能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才用 因为它有点闪粉 所以冬天用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就留下夏天那时用 而且一样东西 忘记了 它一打开 是有一股很香的味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抄 TOOFACE 然后好像有些巧克力味 还是不知道什么味 总之是有一股很香的味 这个palette 很喜欢很喜欢 然后它的闪粉 其实真的很多闪粉 所以整盒都非常脏 平时我的化妆粉 真的保持得很干净 但这个真的保持不了 因为它那些线粉是周围飘 好了现在到giver会了 就是送出这个 就是Tarte这个 刚才说了 这个palette 我就是抛这个clay depot 用这个光影 这个真的划算很多 我记得好像是 50元还是60元左右 但是clay depot好像是 一倍价钱 但这个有六格 clay depot只有光影 所以这个其实划算很多 而且它的效果也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自然 真的好像皮肤很好 用了之后 讲下的规则 也是跟之前两条影片的giveaway一样 如果你们还没参加前两条影片的giveaway 快点去吧 然后我送出美白牙贴 和100元的for every 21 运动衣服的现金券 所以快点去看 你们就会知道 因为规则也是一样 第一就是like这个video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大家like like 然后就是subscribe to my channel 你们看到这条影片 应该都subscribe了 第三就是follow我所有的social media的platforms 就是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这三个 好了第四 问题就是你们喜欢哪个牌子的光影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之后我会在下面留言 抽出一位幸运益 你就会得到这盒tart的palette 香港是没得卖的 没有tart的 我记得香港 所以我会空运给你的 接纸一期也是一样 3月13号 我所有2月的give away 都是3月13号 因为比较容易一点 好了这条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like我的video 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我们下星期再见 bye